你知道吗 巨石镇并非只有英国的威尔特郡埃夫伯里一处 类似的以及相似的巨石或者圈状遗址 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发现 比如在葡萄牙的爱乌拉巨石镇 距今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了 是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巨石遗址 这里有95块花岗岩巨石 有些石头上还有圈状雕刻 科学家们推测这里是古人用来观测天文的场所 再比如俄罗斯的阿尔卡伊姆遗址 它有着和英国巨石镇类似的原型结构 这里很邪乎啊 据说在这儿磁场很低 把表拿到这儿会失灵 然后人的心跳血压体温都会发生突变 俄罗斯的考古学家甚至认为 这里曾经是外星人起降飞碟的基地 也确实在这里出土了一个头部奇长的骨头架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土耳其的哥贝克利巨石镇 这里比英国巨石镇还早呢 大约在公元前9500年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吧 这里的用途有说是寺庙有说是避难所 总之是个谜 虽然这也是巨石 但是和其他的巨石镇就有很大的不同 这儿的石头加工痕迹更加明显 所以建造这儿的人应该比别的巨石镇处人更加先进吧 你看这些石块都是切割成这种梯形或者长方形的 就整齐 然后还都有精美的雕刻 更早还更好 这让我想起了金字塔那期的一个结论 吉萨的三座大金字塔是最初的最完善的 其他的呢都是后期的模仿 那么哥贝克里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他是最早的巨石镇 因为某些位置的用途在那个时代被全球推广 然后又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被广泛模仿 为什么这么说啊 你看除了他的形态 这儿和苏美尔大神最早的城市是不是更近一些 所以他们可能有关系吧 还有你看这块上刻的图案不就是安努纳奇的包吗 接下来亚美尼亚巨石镇也是相当出名 距今大约有7500年吧 它也是一圈一圈的石头 虽然单体形态不如之前的那些方正 但也总体呈现一种样式 就比如最外圈的都是这种带尖的巨石 而且很多石头上都有一个圆形孔洞 再有风时就会发出哨声 也许最初这些石头都有这种孔洞的 只是到现在年代久远很多都损坏了 那这里曾经会不会是举办某种仪式的场所 又或者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你想一大圈石头想在共振上 时期时代的人类真的有这种创意吗 能玩转这个吗 再继续介绍几个吧 德国的格洛林遗址 这里是上期咱们聊的开尔特人的宗教场所 曾经应该是有巨石的 现在就只剩底盘了 那这个呢是德国的哥斯克圈 推测建于公元前4900年 可能是用来记录太阳轨迹的 当然不止欧洲亚洲 巨石遗址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有 比如在巴西的亚马逊河流的这处遗址 推测也是跟天文有关 再比如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中的 纳布塔普拉雅石镇 推测也与关系有关吧 这个地方我们看啊 它是在尼罗河流域的 所以埃及文明的前世人 可能也是有巨石镇的吧 还有很多啊 我就不全部展开了 大家大概看一下吧 比如这个是以色列的亚特利特 雅姆古村落 这个是印度尼夏的托拉查人巨石 嗯 这个是瑞典的艾尔之石 这些啊 我觉得哪个单拿出来都够咱们聊一期的 今天啊 咱们就先聊一下整体现象 未来我们再逐个展开 现在咱们回到一开始说的英国巨石镇 一般情况下 人们提到巨石镇 多是指英国威尔特军 艾弗婆里的巨石镇 这是一个由几十块巨石 围成的圆形石林 由内向外 共有石圈 最高的石头呢 有8米多高 平均重量在30多吨 然后这石圈的建造年代是不同的 横跨6400多年 最早的路件 用探听年法测算 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 虽然只是一些坑洞 骨头 木桩 但也足以说明 这里很早就是一个重要的聚集地 之后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 最外侧的土地 壕沟 还有56个奥布里坑洞 陆续成形 然后在公元前2900年 到公元前2600年左右 中心的巨石圈 小石圈 逐步建造完毕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建造 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这里的建造工艺 其实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中间那些巨石 把那么大的石头运过来 立起来 再浮上去 然后为了不塌 顶部的连接方式 居然是我们很熟悉的损某结构 整体复原后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精美 且一定有重要用途的建筑 但它到底是祭祀场所 墓地 天文场所 或者是梅林用魔法建造的纪念碑 还是不同时代 有不同的作用 目前是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的 但就从对太阳和月亮周期的对应上 比如它56个奥布里坑洞 完美对应月球28天的周期 比如夏之日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刚好可以穿过巨石镇的主轴线 与石柱古道连成一条线 再加上这些奇怪的坑洞设施造型 地球边界史的作者甚至认为 这儿以及很多远古的巨石镇 就是用来计算太阳 月亮 以及天体运动周期的实质计算机 其实这个论点也无可厚非 计算机不一定就是电脑 能计算数据都可以叫计算机 然后就英国一地 这些大大小小的石镇 石圈不计其数 那是不是意味着 它们还要联合算力呢 我们看几个著名的 在巨石镇不远处就有个巨木镇 再往北还有罗尔莱特石圈 继续北上 罗德盖石圈 它来自于新石器时代 斯坦尼斯历史 这些个圈 我们现在用卫星地图看 能感觉到它们是那么的奇怪 非常违和地出现在平原上 这也让我想起了 我们上期说的三螺旋图案 就感觉古人 石器时代的人 特别喜欢画圈圈 也特别喜欢大费周章地 弄个我们看不懂的巨石圈圈 也不留下个说明书啥的 嗯 没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干啥的 应该是吧 这些巨石普远的年代 在7500年前至1万年前左右 按照正常的人类发展来推断的话 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使用工具 可能可以驾驭一些大家伙了 但是啊 我就在想 全世界所有的原始人 在本身就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 一起莫名其妙的见识圈画圈圈 这个还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下 所以这个一致性 我更愿意相信另一种可能 就是西琴先生说的 阿努纳奇的计算器 甚至是作用更大的设施或设备 因为按地球边界使的说法 大洪水之后的时间 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 之后 阿努纳奇和人类重建城市 到公元前8500年 阿努纳奇们修建了很多 对接空间站和地面的设施 这其实是和这些石圈的时间大体一致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 最早这些石圈的作用 就是起降对接等等 但在阿努纳奇们离开地球后 这些设施就成为废墟了 然后目睹过这一切的那一带的人类 自然而然就把这里当成非常重要的场所 然后又代代相传 给它们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之后 人类慢慢彻底忘记了这些 不再崇拜这些 就到了今天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大木霸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